總統大選倒數三天 高端合約還是封存 看不到真相 立委質疑政府採購高端 連絕標公告都沒有 各會陳建仁多次否正 口氣惡劣 怒強立委 裁罵立委在說謊 陳建仁隨後就被警官署打臉 說的確因為涉及商業機密 所以高端確實沒有絕標公告 網友就炮轟 看看隔回陳建仁 义正此言 睁眼說下話的樣子 實在有夠扯 蔡政府堅持說高端合約 商業機密不公開 還說這是國際通例 但看來瑞士歐盟 疫苗合約都直接上網公告 法務部106年的解釋 韓中甚至提到 疫苗合約涉及公共利益 是可被要求公開的 網友就嘲諷 涉及高端的還有什麼 不是秘密 民進黨繼續執政 天底下到底有什麼 不能是秘密 東東的行政院長 你真的是家睜眼說笑話 不要忘了 民進黨是疫情的指揮官 地方在前線守護人民的生命健康 你忘了嗎 你說這個月你敢不抱歉 其他的疫苗採購 現在都公開了 國外的疫苗採購 這不公開是我也不要求 建築都想起了 所以否認有這件事情 我們政府才是一個造假中心 當高端做40億的政府生意 政府卻連絕標公告都不發 再看一次 割櫃還倒過來 偷罵立委說謊的表情 這就是蔡總統的頭號愛將 這就是我們的執政黨 記得希望如續國豪 SN小組 台北新聞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